呃 是的 明年1月29號我要結婚了 真的嗎 因為她喔 可能是因為被她妹妹超車 所以她心裡面不爽 所以現在是 報復性結婚 呃 欣賞她什麼 她就是一個 我最欣賞她哪一臉 蛤 你是干你什麼事啊 我最欣賞她 離我遠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家搶人的嘛 就還用說嗎 媽呀 我覺得我好像做錯事 好恐怖 昨天呢 剛好是事出突然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他們 你們大概不太想聽我說 因為 當事人就在現場嘛 對不對 我是昨天 看到媒體的報導 才知道1月29這件事 到底真相是如何 我們一起看下去 嗨 大家好 我是Sandy 呃 謝謝大家的關注 呃 是的 明年1月29號我要結婚了 真的嗎 對 真的嗎 對啊 因為昨天剛好是 呃 她的生日 然後這個消息出來 我就想說 我完蛋了 所以我昨天就是沒有給大家 很直接的回應 然後後來就是在經過了長達5個小時 跟她好好的吃個生日餐 然後跟她好好的說明白之後 對 決定今天還是因為要錄影 所以還是決定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消息這樣 然後天啊我這種緊張的心情 跟我出道第一天的心情是一樣的耶 怎麼這麼奇怪 不是 因為 因為她喔 可能是因為被她妹妹超車 所以她心裡面不爽 沒有沒有 所以現在是 報復性結婚 沒有沒有 我已經跟她講了 反正妳就跟佩晨姐姐幾歲結婚 妳就幾歲結婚嘛 佩晨是三十五嘛 三六 三二還三三而已 三五啦 沒有啦 三五結婚吧 那妳現在要call out是嗎 妳現在要call out嗎 我不知道啊 佩晨姐姐 沒 三五五 三四還三五 我忘記 不是重點 然後呢 我說妳可以 因為我們是藝能界的 妳可以晚一點 結果呢 我竟然在我生日當中 晴天霹靂 是記者告訴我說 妳女兒要結婚的妳知道嗎 我跟她說 妳有毛病啊 剛結完而已啦 她說不是 是Sandy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 晴天霹靂 差一點 整個人變晴天霹靂布袋戲 什麼 我跟你們 我跟你們一樣 是才剛剛知道的 所以我現在 我招誰惹誰了 就兩個 外來的朋友 從我們家 有兩位 正妹 妳們現在是怎樣 妳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129是當真嗎 如果是 等一下會有人衝出來 然後拿一個牌子 哈哈 整到妳了 那我會翻大臉喔 沒有沒有沒有 是真的是真的 是真的妳也會翻大臉啊 有差嗎 那妳就聊一聊這個對象吧 好不好爸爸也要深入了解一下 好 Maya 我臉超熱的 我要怎麼深入了解她 這個 我要講什麼 我不知道 蛤 有有有 是有求婚的 然後 趕快問 趕快問 快點我不知道 就求婚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因為 求婚會沒多久 馬上就疫情爆發 所以 我們就想說 一定也不可能 在這個期間結婚 所以就一直都放著 然後我工作 也就一直都滿檔的狀況 所以常常在 跟大家訪問的時候 也都有講到 我工作量很大 所以現在focus就是 妳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旁邊叹氣嗎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先專注在工作上 然後現在是看這個 疫情稍微趨緩 然後 然後爸爸也是媒體界嘛 對不對 他們一般都會祝福 恭喜喔 好像是雙喜臨門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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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擔心 沒有沒有 沒有 我看很多那種新聞 資料都要打肚子什麼的 沒有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懷孕 不用擔心 重度睡大了 所以沒事沒事 對對對 所以 還要聊什麼 喔 求婚過程 求婚過程 就是下了一場雨 然後 就是還蠻浪漫的啦 他就是選擇在 一個屋頂上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不是 就真的他蠻剛好 選擇在一個屋頂 然後就是 對 然後 把它裝扮得很漂亮 然後就是在我們比較close的 好姐妹啊 好朋友們的陪伴之下 呃 就是完成了求婚這件事情 對 那那時候也怕驚動到大家 所以就一直都安安靜靜的 就是默默的收藏這份喜悅 沒有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對 他知道啦 他知道 但是 但是他就是一直想著 這一天應該不會那麼快來 所以他就是也都當作沒有看到這樣 不敢面對啦 對 大概是這樣 天啊 我整個狂發抖現在 好的 還有什麼要問的呢 好的 還有什麼要問的呢 很帥啦 這 我跟你講喔 原因就是因為太帥了 高高帥帥 那根本就是韓劇裡面才會出現的人物嘛 對啊 還好啊 真的蠻帥的 然後最重要就是說很孝順 嗯 然後 呃 主要的原因就是也是基督徒 然後事業非常的認真 對 我有兩個那個裝潢的案子 要丟給他 到現在還沒有幫我弄 因為他case滿檔 你們的事情沒有做好 你就想要處理我女兒 沒有 你不要這樣子 蛤 你放冷靜一點 你冷靜一點 你冷靜一點 對對就是 對 他是做室內設計的室內設計師 然後 對 就是因為認識蠻久的時間了 所以 所以爸爸有一些case什麼的 然後就會交代給他這樣子 對 然後 大概就是 這樣 還要分享什麼 蛤 1月29號 因為我本來想說 1月29號再隔一天小年夜 再來就過年 大家應該不會就是 驚動到大家 然後就是大家趕快去過年 然後就不要管我沒關係 反正我該給的什麼照片啊 什麼該交代的一定都會整理好一個 完整的package給大家 結果沒想到 然後就意外的被大家發現了 我幫 今天我是跟他們站一起的好不好 既然這個事情已經講開了 像我們家老二 他們是堅決不讓任何媒體能接 那你結婚乾脆就大明大方咯 好不好 乾脆我們就還發記者證 好不好 那進來我們還要記者席 他們就是 都是爸爸的老朋友 我們一樣開的應該記者朋友 10桌可以嗎 10桌 好不好 然後10桌 辦一辦好了啦 好不好 這個認了 那老二因為真的圈外人 我們就不讓人家特別接近這樣 不好意思 好 好不好 到時候訪問就好啦 還有其他嗎 喔對對對 這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跟大家說 絕對沒有 我是事業心很重的人 沒有沒有 我很enjoy 我沒有要隱退 對不對 我非常的enjoy我的工作 然後 目前也 至少到2022年 等年的那個計畫都已經排完 這不可能要隱退的 對對對 所以 還是感謝所有的 愛戴我的廠商 還有粉絲朋友們 就是 不管是明年的代言啦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計畫 全部都會正常的舉行跟進行 對 那這個婚姻是一件大事 但它就是生活當中的其中一件事 那我覺得 工作本來對我來說就是很重要 所以 絕對沒有要隱退 但還是非常謝謝大家的關係 那你會不會擔心結了婚以後 那你會不會擔心結了婚以後 因為形象就是已經是人妻嘛 對 聽說那個幫寶寺在找你是吧 沒有 沒有 沒有人的婚訓傳出來 一天 就有幫寶寺 這個時間的排程有點不太那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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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本來是希望他晚一點再嫁 但是 年輕人啊 最後 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因為這藝能界裡面啊 你可以 多保持一點這個神秘感 然後 形象要像Sandy這麼好的也不容易 對不對 形象要像他爸爸這麼不好的也不容易 在當年我也是擔心 萬一我已婚的形象 會影響到我的演藝事業 後來證明不會 對對對 未婚生子其實也OK 對 你可以在別場再來聊未婚生子嗎 因為這個會變成我這一段的標題 沒有懷孕 沒有沒有 一切合情合理合法進行 嚇死我 嚇死我 要生幾個小孩沒有特別的想 就是覺得家裡熱鬧也OK 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就是蠻放輕鬆的 然後欣賞他什麼 他就是一個 我最欣賞他哪一點 到底是干你什麼事啊 我最欣賞他離我遠一點 就是來我們家搶人的嘛 就還用說嗎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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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永遠是小明星 你永遠都是大跟班 好不好 永遠讓你睡中間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對 欣賞他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然後他也 他也蠻善良的 而且他話不多 這個是我一直非常樂見 在我生活當中可以遇到的一種男人 對 話比較多 然後 長啦 欸長得高這件事情很重要 基因啦 高高帥帥 還OK還OK這樣子 嗯 好 可以啦 我其實本來是想說 因為九月 九月事情比較多嘛 我真的是完全是一個事業腦 就是在想 哇又有金鐘獎 然後又有他生日 然後 我們的那個 時尚圈也正在忙 然後就這樣想說 沒關係就等著等著 想要等到大概十一二月 才有打沒有 跟他分享這件事情 所以很突然的就 公布給大家知道了 然後 那就只好面對了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事情是被公布 我們兩個聊天是說 你知道媒體發問於我的時候 我非常憤怒的 我說 阿媽第一個 我為什麼 這根本胡說八道 然後我再問他才知道說 他們有去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 不用講這個 不用講 對 然後不是哪一單位先知道的 對啊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誰先知道 然後出來是日期什麼通通有 我們也不知道 其實我們今天滿想知道這件事的 對 但是OK啦 反正喜事嘛 對啊喜事 沒有 喔對那個 蛤 你要講什麼 你冷靜一點拜託 對對對 沒什麼大事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對對 好 恭喜